香港今日發生震驚社會的 名媛蔡天鳳分屍案 使者蔡天鳳移遭前夫一家 殘忍分屍 失手至今還尚未拼權 而案發地點的大埔隆尾村 房價也因此暴跌近一半 一趟網友開始討論起凶宅議題 而其中月薪可達4萬5的新興職業 凶宅喜屋師也再度被拿出來樂意 那我們的行業啊 就是有很苛刻的條件 第一個一定要有正當的職業 一定要有勞健保 所以你來入住的時候是算兼職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接受這個房子有異位 這是所謂的屍臭位 遺留的屍臭位 那第三個就是說 不能在房子裡面有任何的違法行為 狂毒毒任何違法行為都不可以 那第四個一定要在房子裡面 每天待滿12個小時以上 那第五個禁止有任何債務人上門 那第六個一定要能夠接受說 房子的客廳以及大門要有監視錄影器 那第七個就是說 如果沒有住滿一年 就是付違約金的三倍 大致上的方向就是這個樣子啦 沒有耶 如果真有住不下去 就是要付三倍五的違約金啊 但是大多數我的團隊的人 不會有違約的情況發生啦 住不下去就是 我是沒有遇到 如果真有住不下去 就是我再去派另外一個團隊的人 繼續去住這樣子這樣子 大家可能會不會發生啦 上升到剛才那裡的 他應該會不會發生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